本次活动是针对新住民妈妈教导小孩子 学习妈妈的母语的活动 然后这本次活动是经过教育部核准 然后由教育局 台南市教育局移民署来推动妈妈母语的 给二代的一种生活营 那目前来讲因为现在目前 那个政府推动南向计划 所以政府蛮重视这方面的整个活动 所以变成说现在妈妈母语的部分 有很多的推动可以去执行 然后本次活动就是经历利用 微电影的方式拍摄 让妈妈跟新住民二代能够 在整个过程中可以学习到妈妈的语言 然后能够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妈妈的文化 在哪里 每个人都没有看待 让你再绿续 在哪里 或者没有看待 在哪里 我会找到你 在哪里 要留意 在哪里 我会找到什么 还起来 在哪里 不会